這邊的後半段 到底有沒有機會逆轉戰局呢 來到這個下坡道 這邊的話大家比較保守選擇走江中間的位置喔 來到最後一個彎道 這個左拖飄 我們恭喜我們的梅花寺 搶下我們的第一分 那小潘對於我們這一場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覺得不愧是前職業啊 不過我們的 下流陣營也是 實力也是 梅花寺 哈哈哈哈 梅花寺 這個主播是誰啊 怎麼這麼不專業啊 他把別人的對名給講錯 我們恭喜我們的梅花寺 拿下我們的第一分 對那個 村村真的是剛當那個 剛剛來當賽評就講那個 講錯對名 製造效果嘛對不對 哈哈哈哈 被我們抓來 臨時被我們抓來 當主播 的 啊對這個 我原本今天是來觀戰的 結果沒想到 他們這邊的話 需要一個 主播賽評來擔任這個 來搞笑一下 哈哈哈哈 我會很專業好不好 看看剛剛第一個玩 是不是 才剛預判完 目前 1-0 那這邊的話是推出我們的 歐文選手 來到零跑的位置 OK 那這一個的話 一個這邊是一個 警戒 接著一個路 又有拖飄 這邊是一個 很漂亮一個 拖飄 目前我們任一個 梅花三戰具的 123名4名的位置 是一個 完全勝利的一個起步 喔 那這一個起步 對於我們藍隊來說 是有非常大的優勢喔 第一他們一開始 可以讓我們呢 後面的位置做一些主打 然後前面的領跑 可以比較順利的 不會被後面的人去干擾喔 那有觀眾說 這個是不是實體賽 沒錯 這個是在我們實體賽 至少我們呢 台北大都會 王咖進行的 一個實體的比賽 對那 這個是梅花三 對絕對不是梅花四 對 對吧 哈哈哈 OK 目前這個節技點 我們的八位車手 就掌握得不錯喔 那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面對我們的 梅花三大軍 我們這個紅隊 似乎沒辦法掌 把握得比較好一個優勢喔 不過沒關係 這邊還有第二圈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逆轉這個戰局喔 這個又拖飄 哇 這邊的話 國王我們艾斯 是我們之前 曾經拿過最佳助攻手的選手喔 在後面做一個干擾 很漂亮 把我們艾昆給擠掉了 不讓我們後面的人有機可乘喔 這邊一個 又拖飄 接一個 又吸彎 又吸彎 哇 這邊的拖飄掌握 似乎是沒有太理想喔 反而是讓我們前面選手 已經跑得很遠喔 連尾流都吸不到了 這樣的話 這一分 很有可能還是讓我們的梅花山車隊可以拿下喔 而且是拿下一個完全勝利的姿態 目前拿到最後一個捷徑點 有沒有機會可以逆轉呢 看來是沒什麼機會的 恭喜我們的 歐文拿下 首位 我們ROCK拿下第二名 我們的梅花山拿下 我們的第二分 哇 小潘 看我們這場比賽 有沒有什麼感想呢 小潘說他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一直在笑 我剛剛講梅花式他笑到現在 有點尷尬 我們講了一個 講了一個梅花式 結果 結果後面的主播 旁邊的主播已經笑場了 他沒辦法報報 沒關係 我一個人撐全場 我是今日的主播賽平春春 對 那現在是一個2比0的姿態喔 對那個